世界頂尖名校MIT麻省理工學院呢 每一年都會蒐集全世界最新的科學研究 整理出當年呢 最有機會影響人類的十大科技 含金量極高啊 這一集帶你看到2024年的麻省理工科技評論 選出足以改變人類生活的十大科技 還有這些科技呢 現在目前最主力的公司有哪一些啊 可能會挖到寶藏 哈囉我是Bani 科技呢就是生產力啊 也能代表一個國家強不強講話能不能大聲 一般來說呢最最最頂尖的科技呢 應該會先讓軍方掌握 一般民眾呢是接觸不到的 但是這些先進的科技呢需要配合研究嘛 那可能就可以從頂級名校看出一些端倪 這些代表性的科技有什麼 又怎麼影響現在跟未來的人類社會呢 另外有哪一些公司是這些領域的佼佼者 如果你喜歡這樣的話題記得訂閱不要錯過啦 社交媒體呢幾乎掌握你我所有人的生活啊 從最早記錄分享自己的生活日常啊 演變到搜尋引擎增強廣告巨頭的地位 最後呢變成可以控制國際政治輿論的武器 因為社交媒體在生活裡面越來越重要 所以這些大的社交媒體平台呢 應不應該被單一個人 或者是單一個團體公司控制的這件事情 引發很多討論 比如說有一些人認為啊 社交平台應該是一片淨土嘛 什麼黃啊 毒啊 毒啊 都不應該要存在 但是規範這些東西是非常困難的 結果呢會被更多懂規則的人去鑽漏洞 反而有時候會沒有保護到真正守法的人 另外一派的人主張說社交媒體應該是 自由的遵照叢林法則 不應該有太多的這種預防性的規範 反正你聽出來了吧 這個層面呢 目前大家只有停留在討論的部分 因為講到黃賭毒啊 或者是帶領這些政治的風向 都可能會碰到政治不正確的這種很敏感的神經 雖然說民眾都希望社群平台要提供給大家 完全的這種言論自由對吧 但是廣告商才不這麼想 廣告商都很怕自己的品牌跟那種極端言論 或者是非主流的言論扯上關係啊 所以當品牌呢 可能出現很多政治不正確的元素的時候呢 廣告商就會把這些廣告預算抽掉 那這樣一來呢 本來就依賴這些廣告維生的社交平台 公司廣告收入就會大大減少啦 那這些公司本身呢 他就是要獲利的吧 所以陷入兩難 直到Twitter被Elamus收購 2006年誕生的Twitter呢 是美國最重要的社交媒體 那Elamus在2022年把Twitter全資收購 改名叫做X之後呢 社交媒體的這個環境大改變 Elamus把X當成有點像實驗室 先是遣散大量的員工 再也就是不對內容做審查 民眾可以花錢買到這些認證啊 藍色勾勾 這些做法都讓整個平台 開始變得有點像是用戶 來決定平台的方向 一開始呢 用戶大量的流失 日活月的用戶 從1.41億啊降到1.2億 但是大家發現呢 有很多很爭議的話題跟照片 都只能在X上找到 其他的平台用各種方式 限制了這些內容的發送啊 所以這種被稱作是 慢慢去中心化的做法呢 開啟了各種社交媒體 更多的可能 去中心化的社交媒體呢 是在獨立的伺服器上面 傳送訊息 會用像是ActivityPub AT Protocol 或者是Noster這樣的網路協議 防止企業被這個政府審查 另外你會發現了 社交媒體慢慢開始推送你感興趣的內容啊 而不是朋友或者是廣告的內容 也就是說你的社交圈 從你本來身邊的生活圈圈裡面的人 變成跟你有相同興趣的人 他們可能跟你在現實世界裡面 是完全沒有交集的 但是他做了你感興趣的事情 所以出現在你的頁面上面 很多新的社交媒體呢 都是用這個概念延伸出來的啊 其中表現最好 用戶也最多的就是Meta旗下的Threads 也就是台灣念的翠 這些新型態的社交媒體呢 都在分時X上面的用戶啊 所以這種新型態的社交媒體 被MIT認作是2024年最重要的科學發明 叫做Twitter Killer 推特的殺手 目前的主要玩家有誰呢 比如說Twitter共同創辦人創立的Blue Sky 也被叫做去中心化的Twitter 電玩實況跟币圈都很愛用的Discord 用戶都可以在上面直播打遊戲啊 創作迷因啊 反正所有Z4代最流行的東西都在Discord上 凭借各種不同社群形成的這個社群媒體 叫做Mastodon 這個平台酷的點在於呢 它不是一家公司 而是用不同的這個服務器組合起來的啊 可以想像成有一群人喜歡在巴哈姆特聊動漫啊 有一些人喜歡在PTT上聊政治 有一個平台可以讓兩邊的人都互相在自己熟悉的平台上面 又可以跟對方互動 另外還有一個幾乎是直接複製Twitter的功能 但是加入了去中心化的概念 Noster 裡面的每一句話都會被記錄啊 除非所有用戶都同意 否則是不能刪除的 當然還有Meta的Threads 第九名 熱泵 熱泵Heat Pumps 熱泵是一個用電力來控制溫度的設備啊 但這已經不是新的技術啦 其實在1850年喔 熱泵的技術原理就被發明了 那1960年呢 就已經開始有被家庭使用 它的運作概念很簡單啊 就是收集熱能 然後利用冷熱空氣會產生對流的原理 有點像冷氣的室外機啊 那為什麼這個科技會放在2024年的重大科技排行呢 因為AI的運算量超大 所以製造的熱能也非常多啊 所以只要是可以這種散熱啊 降溫又環保的技術都會引發討論 熱泵可以是取代過去石化燃料加溫的技術 甚至有科學家認為呢 如果現在目前所有的這個石化燃料加溫的設備 都改成熱泵 那有機會在2030年前 就降低全球5億噸的碳排放量 等於是整個歐洲目前所有汽車的總碳排放量 如果真的把石化燃料設備都改成熱泵 預計會創造出6億台新的熱泵設備啊 不過就不知道這些創新設備的碳排放量有沒有被算進去了 應該是沒有 目前大部分的加溫設備呢 都還是石化燃料的 這些設備在聯合國2050年的 近零排碳的願景裡面呢 都會被淘汰 那報告就說熱泵是最好的代替選項 這個技術目前最主要的推手有日本的大金啊 日本的三菱還有德國加熱製冷的系統製造商 第八名量子電腦 2022年5月啊 用量子計算而誕生的量子電腦Frontier誕生了 它疫苗裡面呢 可以算的是十萬台高級筆電的運算總量啊 因為它還出現呢 全世界的超級電腦排名大洗牌 問題來了 為什麼量子電腦它在2022年就推出 但是2024年才被選進排行呢 就是因為AI 就像NVIDIA的A100啊H100很早就被發明出來啦 但是真正爆發就是ChatGPT出現之後嘛 大家才驚覺說哇 AI可以做這麼多事喔 但你知道嗎 其實量子電腦啊 它的能力很強 但是也帶來很多的問題 量子電腦每秒啊 可以算100斤 也就是10的18次方 那帶來的衝擊就是 傳統的密碼學可能被威脅 雖然量子電腦本身並不危險了 但是它的計算能力可能對現有的加密系統 產生很大的威脅 它可能可以破壞公钥加密 路透社報導啊 加拿大的這個網路安全公司叫做QD5 它在2023年的2月就警告美國國防部啦 美國的機密或是說所有人的秘密 都處在暴露的風險當中 最快可能在2025年就會出現威脅啊 那這個報導說呢 根據專家的預估到了2029年左右 量子電腦可能被普遍的應用 這可能就會解密目前所有的加密數據 為了應對呢 大家都在找一個新的方法 那這個新的方法呢 要是量子電腦也很難破解 基於超級數學難題的密碼學方法 叫做後量子密碼學 簡稱PQC 美國在2022年的7月已經公布了4款的PQC演算法 那美國政府也下令說所有政府的機構都必須要遷移到 可以對抗量子電腦威脅的加密系統 很多看這個頻道的觀眾可能心裡跟我一樣緊張了一下 等等那加密貨幣咧 我找到了這個國家實驗研究院的一個報告 講到這個疑慮 主要就是說在挖礦方面 未來10年呢 我們目前擁有的這個硬體設備都還有很大的優勢 因為現有的網路跟這些設備的數量已經太龐大了 但是對於算出私藥這件事情呢 可能會在2027年就被破解 所以金融市場啊 不管是傳統金融 還是加密貨幣的一些項目 都正在嘗試生產出一些對抗這個狀況的解法 那看完我還是很緊張 所以就問了比特幣最核心的專家 之後也會把這個訪問的影片呢 整理給大家敬請期待 目前比較不嚴謹的總結喔 就是真的如果到了比特幣 可能受威脅的那一天 那全人類都已經要擔心的 不是這個議題啦 就所有個人啊 企業啊 政府任何資料都已經被攻擊了 還要擔心核子戰爭 所以這聽起來有點像世界末日的景象 我已經不敢想像了 但必須要聲明喔 我對這件事情的理解是很表面的 所以以下要徵求真正了解 這個技術層面的朋友一起討論 目前這個領域主要研發的單位有 美國能源部所屬的大型科學研究國家實驗室啊 位於田納西橡樹林的國家實驗室 還有德國的JSC跟中國國家超級計算無錫中心 第七名 基因編程療法 第一個基因編輯療法 從1962年 華森跟克里克發現啊 DNA它是一個雙骨螺旋的結構開始的 要來解密人體的基因密碼 一直都是人類最想要知道的真相 因為如果人類本身喔 就是一組數據產生的結果 那比如說身高啊 體重膚色 自立思想 是不是都可以透過這些排列組合算好呢 那這樣是不是就可以做出一個完美的人類 或者是可以治療基因疾病呢 但是這個基因排序的工程量非常大 很多理論跟研究啊都被提出來 但是關鍵在2013年 一個顛覆性的發明出現啦 CRISPR的DNA剪輯技術 透過這個技術呢 大家可以在還沒完全解密之前 就針對有問題的基因來定序 進行修補 現在他已經被拿來治這個聯型血球瓶血症啦 那這種瓶血呢 是遺傳性的變異疾病 這種疾病呢 會導致攜帶氧氣的這個血紅素細胞突變啊 變成心躍啊 或者是鐮刀狀 然後就阻礙血液的流動 造成比如說極度疼痛啊 器官損傷 中風等等的併發症 患者的平均壽命呢 只有53歲 而且每4000個美國人就有一個人有 其中又是美國的非裔人口最常出現 之所以這種聯型血球瓶血症 會成為CRISPR技術的第一起應用 是因為這個疾病的邏輯比較直觀 原理就是要找錯誤的DNA片段 剪下然後進行編輯 幫助身體重新製造出生時的 這個胎兒的血紅素 再放回身體裡面 現在這個疾病的治療方式 有用藥跟書寫 那不過要永久根治 就需要進行骨髓的移植 但是美國有超過八成的患者 都沒有辦法找到合適的捐贈者 所以這個聯型血球瓶血症呢 變成這一種新疗法的第一個應用 根據目前統計的臨床報告說呢 經過骨髓細胞剪輯之後的患者 不再出現疼痛 目前這個科技的主要研發單位是 瑞士跟美國的生物科技技術公司 CRISPR Therapeutics 美國的愛迪達斯醫藥 美國的基因編程公司 Precision Bioscience 美國的福泰製藥 第六名 小晶片 看到這個標題 你可能會滿頭問號 因為台積電的這些晶圓代工廠 不是早就一直在說小晶片了嗎 最近都已經說到2奈米了 阿塞還要說到多小 其實小晶片可以說是為了延續摩爾定律 所創造出來的這個新思路 摩爾定律它是Intel 創辦人摩爾當年預測說電晶體的發展 每18個月會快一倍 那他當初的這個預測呢 後來就變成各個這個工程師的噩夢 因為每18個月要快一倍 一堆電子廠的老闆就直接說 當年摩爾大大這麼牛的人都說這種話 肯定是做得到對吧 如果做不到就是不夠努力 反正呢只要給deadline就要完成 就這樣呢這個摩爾定律一路維持到碰到了這個物理極限 才慢慢緩和 但現在AI需求的電力跟算力都要更大更大 所以大家想了又想頭髮都會掉光了 終於有人想出來說欸二維已經沒戲了 那不換個思維想想吧 所以就有人考慮怎麼把晶片堆疊起來 那就要考驗封裝的技術啦 所以這個小晶片呢就有這個台積電法說會很常聽到的應用 就是CoWals 所謂CoWals呢就是Co把晶片堆疊起來 跟Wals把疊起來的晶片放到機板上的這個技術 雖然這個技術呢是AMD跟Intel研發出來的 但是最近受惠最大的反而是NVIDIA跟台積電 也就是台積電股價之所以可以破千的關鍵原因之一 第五名增強性地熱系統 全球都在追求環保啊 那什麼最環保呢 一般來說呢本來就在那裡的東西最環保 也就是說比如說太陽啊 潮汐啊 風啊 它本來就要在那裡發生的 或者是說什麼火山爆發啊 地熱 岩漿 流動這些東西 如果是人為後天抽取出來 要加工之後才可以用的石油 就被叫做不環保 那地熱呢它是一個穩定度高又環保的能量來源啊 雖然大家都知道它好 但是很少人去用它 因為開采的難度真的太高了 雖然理論超簡單喔 只要打夠深的洞然後注水灌進去 水自然被氣化產生的洞能呢 就會產生能量 但是以前這樣做幾乎根本沒有經濟效應啊 因為地熱基本上就跟溫泉地段一樣 要看哪邊的地質啊 開采的條件才可以用 不過這個所謂的增強型地熱系統呢 就是可以克服這種地域的限制 通過更先進的技術呢 就把成本大幅度的降低 那這個系統呢是2023年 美國的能源公司 費沃能源成功開發出來的啊 現在已經開始搭建了 費沃能源甚至想要弄一個 埋在地底下的超大電池 讓全球都不缺電 不過這個技術呢 還是有很大的風險啊 比如說像是地震怎麼辦 欸這就像一個很重要 還沒被解決的問題啊 就科技的發明跟應用 成功的公司都是美國的啊 比如說Ultarock Energy 費沃能源跟Utah Forge 第四名GLP-1 減肥藥 減肥這件事情呢 除了跟外在的美觀有關係 也跟健康很有關係 世界衛生組織呢 對於到底要不要把肥胖 當作一個疾病 也是一直吵吵吵啊 一方面肥胖它會引發了病發症 還有肥胖人口平均的壽命更短的這些問題 都可以證明說 欸應該要把肥胖納入疾病吧 但是另一方面呢 如果真的把肥胖當作疾病的話 那患者真的太多了 以美國來說 估計有三分之一的成年人都有肥胖的問題 那這個比例呢 預估到2030年會超過一半 接下來問題就會是 如果有一個國家有一半的人都有的一種狀態 可以算是病嗎 如果是病的話 那健保負擔得了嗎 這些都是世界衛生組織都要考慮到的問題 好我們先不考慮疾病喔 光以艾美來說啊 這個市場就已經夠恐怖夠大了 根據統計呢 在社群平台上 你想要出名啊 想要吸引流量 最好的辦法就是炫耀身材 或者是身材變化的一些影片 如果有一個方法可以去克服人性 很有效很簡單的減肥 那不光是解決全球的醫療問題 本身呢 就有巨大的流量跟商業價值 那大家都知道減肥超難的啊 什么叫健康饮食啊 多運動啊 对 大家都知道 但就做不到啊 缩胃手術 胃绕到各种減肥药 要么伤身体 要么很容易腹胖 GLP在肠道裡面呢 可以促进胰岛素的生成 进而降低血糖 那在中枢神经裡面呢 GLP1可以降低食欲 增加饱足感 最新的数据显示呢 这种药可能还可以治阿滋海默 或者是忧郁的状况 那当然啦 它也有副作用嘛 比如说像恶心啊 或者是腹泻 Elamus他自己都说啊 他是靠着少吃跟吃这个GLP1减肥成功的啊 美国很多明星呢 也公开说过这种药 就是因为这样啊 所以最早研发出GLP1的药厂 诺和诺德跟李莱志药 股价一直表现很不错 尤其是这个东西发生的时空背景呢 是在疫情之后 很多生计的药厂都很彷徨 很紧张的时候 这两家的股价是逆势狂飙 获利也是每一年都大涨 诺和诺德已经是欧洲市值最高的企业啦 那李莱呢 也是全美前十大市值的企业 GLP1目前还在临床实验 更多的适应症啊 从糖尿病啊 到减肥啊 忧郁症 阿兹海默都被列入名单 所以也被麻省理工摆上了这个排行榜啊 名列最重要的发明之一 VR的技术发明了很久 但推广起来呢 一直都很有难度 因为价格很贵啊 戴起来又晕又不舒服 而且呢 也没有长时间一定要戴着的理由 所以以前的Google眼镜啊 微软的HoloLens Meta的Quest 都一直都是雷森大雨点小嘛 不过呢 苹果一出手变枝有没有啊 他们最擅长的就是把某一个技术 变成大家生活习惯 最早就是个人电脑啊 在iPod iPhone Apple Watch 每耳机线的AirPods 都是 现在苹果的VR设备呢 Vision Pro也被赋予这样的期待 苹果在宣传这个新产品的时候呢 并不是强调说 哦 它用了什么超强的科技 因为大家不在乎啊 而且也听不懂 它说的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 就是让你生活的空间 处处都有电脑 戴上它呢 你随时可以看电影 随时可以取出照片 随时可以互动 随时可以创作 Vision Pro它是AR加上VR的结合 加上最近的AI带动 超高速的算力 所以这个新科技呢 也被高高列在排行榜 第三名的位置 第二名超高效率太阳能电池 太阳能有两个很大的问题 第一个是太阳只有白天有嘛 第二个就是太阳能的转换率很低 很难保存 最需要技术上突破的呢 一直都是转换率 一开始大家一直都使用 传统的这个细晶体当作原料 目前全球有95%的太阳能电池 是使用细晶元 它的转换率呢 最高也不到三成啊 过去十年 科学家一直在找这个替代品 其中最多人尝试的叫做钙态矿 虽然钙态矿的这个电池 转换率也只有26% 跟细晶元电池成效差不多啊 但是把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的 钙态矿串叠型的太阳能电池呢 在实验室出现了33%的转换率 这在越来越缺电的现在呢 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目前这个技术的主要研发单位 有美国的新创公司Beyond Silicone 美国的太阳能板公司Kalox First Solar 南韩的Qcells 英国的Oxford PV 美国的Swift Solar跟Tenon PV 第一名AI AI没几年都要被拿出来讨论一次啊 但是这一次不一样啦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ChatGPT 开始被大规模的使用 它不但是人类史上用户成长最快的应用 而且还真的成功影响 大家做事情的方式 比如说email不会写问ChatGPT 数学不会算问ChatGPT 它等于重新定义了人类跟网络的关系 这里列出的主要研发单位呢 比如说有Google啊 Meta 微软 OpenAI AI带来的产业升级呢 速度之快 规模之大 堪比蒸汽机发明或者是电脑的发明 所以理所当然呢 AI被放在了这个排行榜的第一名 以上就是2024年麻省理工学院整理出来的 十大足以颠覆人类的科学发明 这可能可以当作你找这些潜力股啊 或者是投资标的参考 最后这节节目呢 资料的数据 感谢基金士的协助整理 基金士它是一家专业的基金媒体公司 专注基金跟ETF的全面分析 把数据资料呢 转换成简单又有用的基金快讯 帮助投资人可以在投资基金 或者是ETF的时候呢 第一时间就掌握市场跟基金经理人的 第一手讯息啊 创办人是前贝莱德亚太区 零售业务的负责人张灵云 如果想要得到更多免费同类的资讯呢 可以加到他们的LINE 里面可以追踪你有兴趣的基金 我们也来问问大家 你觉得这里面提到哪一个科技 是你原本没有预期到 觉得很惊艳的呢 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 我目前最有兴趣继续深入挖掘的 可能就是量子电脑了 那你的呢 谢谢你看到这里哦 欢迎用下面的连结到LINE 跟Discord群组 跟努力的大家一起讨论 我们在OKXPN派网呢 跟其他的大交易所 都帮大家争取到了 最高8折20%OFF的交易手续费减免 用下面的连结注册呢 你的交易成本就更低了 也欢迎告诉我 你接下来想要看什么 我们在币圈继续努力 下一次见 拜拜